大家早上好呀 我们现在已经起来了 现在是早上七点 然后昨天晚上风太大了 KK的鞋子被风吹到那边去了 他跑了好远 刚刚找半天有一只找不到 原来是飞到那边去了 真的昨天晚上的风 感觉就是要把我们的车子 都给掀起来的那种感觉 今天天气很好 蓝天白云的 然后那边是一个我们的邻居 他这个是房车 应该是C型吧 捡回来了 对呀 好远啊 上来了 快去上厕所 我们现在要收拾收拾 然后一会就回家了 把东西再往后备箱放一下 我们其实东西真的不多 往后移 很方便 主要我们觉得床车真的休息的不是很好 昨天晚上这个风特别大 我们每次车一晃动我们就醒了 晃晃晃一下就醒了 不是 它其实不是简单的 它这个风确实是很大 嗯 我们就担心 其实也不会啊 但就会有点担心怕车子被掀开 然后呢 其实昨天晚上基本上三点睡的 早上大概六点多 六点半就醒了 中间三个半小时其实也没有深度睡眠 都是浅眠 所以呢 我觉得床车还是挺辛苦的吧 好了啊 我把Tony的这个水给他放回去 Tony小家伙也没睡好 这个水大掉 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 他也眯这个眼睛 我重新倒里面都是脏的 小Tony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昨天晚上在这边露营 总体的一个感觉就是真的睡不好 因为什么这里就是风特别大 就是那种超大的感觉 越到半夜风越大 完了以后呼呼呼的那种感觉 就是把整个车子都摇的特别厉害 总感觉好像一阵风会把车子先飞了的感觉 让人有点胆战心惊的 然后吧 我觉得像这个季节是不是每次都是风那么大呢 如果说这么大风 真的没有办法在这边就是做帐篷啊 什么的 你就想想吧 如果说 回来 过来 过来 你就想想吧 如果像我们汽车停在这里都有那种怕被吹走的感觉 那你说那个帐篷那得多恐怖啊 是吧 所以可能这个季节不太适合帐篷注意 然后吧 而且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早晚说温差很大的感觉 对 晚上也没啥本差 晚上还是挺热的 你看这小家伙眼睛都搭了下来了 对啊 他都没睡好 他也没睡好 你看他眼睛一大一小的那边 就是给人的感觉 就是给人的感觉好像真的是碎眼朦胧的 我给大家看看 你 你怎么样啊 对 垃圾放田座 这是我们所有的垃圾 那边空就放那边吧 对 那边空就放那边吧 就把垃圾该带的都得带走 大家出来旅行的话不要留任何的痕迹 然后昨天晚上其实是很热的 对啊 外面风呼呼的 但是我们不敢开窗 就是因为一开窗以后全是沙全是土 你看这个我给大家关个门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这上面全是灰 就那种 全是土特别特别特别多 所以没办法开窗睡觉 就只能关着窗 然后幸亏Amy买了个小电风扇啊 要不然的话 昨天晚上全给Tony吹了 后半夜不是给咱们了吗 后半夜给咱们了 上半夜都给咱们了 然后Tony一直在那边喘 然后我就躺在那一头 他就在我头上喘 所以昨天晚上三点钟躺下去睡 到五六点天就亮了 其实这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没睡觉 还是挺累的感觉 就为了拍美景啊 所以说为了拍美景还是很辛苦的 你看看我们小Tony Tony也辛苦了 Tony眼睛都睁不开了 对吧 Tony 那只眼睛真的变小了呢 他昨天晚上其实也没怎么睡觉 那只眼睛是不是进沙子了 也有可能 就像我 我昨天晚上也一只眼睛进沙子了 整个晚上都不舒服 然后今天早上六七点的时候 让Amy帮我弄弄弄 好想弄开 Tony 上车 走 上上上 上去 我们走了 这边这边 这侧上错了 上错了 Tony 走了走了 快上车 这里 上车 你傻了 自己哪个位置你忘了 好 走了 大海道是中国唯一允许穿越的无人区 它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据说当年的唐玄藏西天取经也是经过这里 大海道只是罗布泊无人区其中的一个景点 这里千万年前可能是浩瀚的海洋 后来因为板块的移动 逐渐变成陆地 经过千年的风时 形成了现在壮观的亚丹地貌 也是中国唯一现存的城堡式亚丹地貌 置身其中仿佛有种身处火星的既视感 这里一年365天中 有100天是8级以上的大风 所以最佳的旅行时间是9月份到来年的5月 过来穿越最好是硬派越野车 两辆车以上组队进入 带上足够的补给 因为这里是广袤的无人区 没有信号也没有救援 我们这次简单的穿越是我们一次探路之行 有机会我们还想更深入的去了解这片神秘的土地 下次见 大海盗